喂,大家好,我们这个影片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本立体的4.6.3 那这个课本立体的4.6.3呢,这个之前的影片已经讲过了,但是这个这一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题目我可以把它稍微再改变一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Energy Balance的一个题目啊,OK 所以这个我上面写了,这是改变后的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几乎所有的设定都一模一样嘛 诶,我是一样,我一开始有一个overheated的蒸汽,overheated的蒸汽 overheated的蒸汽,overheated,诶,还是superheated,诶,我一直把overheated跟superheated heated,steam,OK 一开始也是一样,有对对锅热蒸汽,然后这个锅热蒸汽呢,锅热蒸汽呢,诶 诶,这锅热蒸汽呢,诶,一开始把它封起来,OK 然后呢,有一过时,然后呢,我突然把这个这个阀呢,给打开了,让一些气体跑出去哦 然后一些气体跑出去,然后气体跑出去之后呢,这个我用这个气体跑掉之后呢,这温度下降了 然后呢,压力也下降了,OK 然后他问说呢,诶,那这个过程中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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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放出了多少热哦 OK,那这个一样是一个unsteady,open的一个系统,然后这energy balance equation,这个我们上一支影片已经提过,这次这题的energy balance equation的最后简化成这样子 OK,然后这个,我变成我改问,我给你起,我给你起,起一开始的条件跟后来的条件,然后改问说这个过程中呢,放热是多少 然后我说呢,如果不用蒸汽表,你能不能估计 那不用蒸汽表,那是我给你那个蒸汽的这个比热哦 你没有办法算呢 对不对,一模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题目就改一个问法 对不对,这energy balance就是,就是这个题目,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问题可以问呢 OK,所以这个大家也是觉得这个单位很可怕的原因啊 好,那这个,这个energy balance equation,我们就这样子啦 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把东西找出来,这个QNET是我们最后要求的 QNET是我们最后要求的 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呢,我们这MF跟MI怎么求呢 就一开始空气的质量呢 一开始空气的质量,抱歉,MF是后来,后来空气的质量跟一开始空气的质量是多少呢 这你要怎么算呢 这个题目,我已经跟你讲说,不要查蒸汽表 不查蒸汽表,改给你比热 OK,那这样你没有办法算 这样当然是有办法算的 因为这个气体,气体大家不要忘记的 PV的NRT 这个我们,这个最终状态的空气的重量呢 它等于这个,它等于最后空气的莫数呢 乘上它的分子量嘛 水的分子量是18,这是分子量 莫尔数乘分子量就是重量嘛,对不对 那所以一开始呢,空气的莫尔数乘上18,就是蒸汽的重量嘛,对不对 那这NF跟NI是,最后空气的莫尔数跟一开始的空气莫尔数是多少呢 诶,我们用理想气体方程师,我们可以用理想气体方程师去估计啊 NF会等于多少呢 R,然后T,P,V的NRT,PF,然后VF 然后,然后,然后一样我们开始气体的莫尔数一样是可以RTI,PI,VI 然后这边呢,这个我们用这个8.314啊 这个注意,这个有单位的哦,这有单位,然后最后气体的压力是800K帕 然后呢,100M3次方 然后注意一下,我这个气体长数是配合这个单位的理想气体长数 理想气体长数是有单位的 然后这不要忘记了,现在这个理想气体长数,这个是度K 这个是度K,我现在这个,诶,我等一下写一下好了 那今天这是度K,那我们最终的气体的温度是500度C 那500度C的话呢,你要被加上273哦,那才是度K哦 要小心哦 那所以一样一开始气体的莫尔数是多少,用PV等于NRT估计哈 那压力是1000K帕,然后体积一样是100,然后R是8.314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的温度是600哦 但是要加273才是度K哦,OK OK,好,所以呢,最后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莫尔数算一算是多少 最后空气的莫尔数是好像是12.44吧,对不对 12.44,那单位是什么?公斤莫 OK,然后呢,一开始空气的重量是多少?13.78公斤莫 要小心它的单位 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最终状态跟最初状态的空气的莫尔数求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最终状态跟最初状态的空气的重量都求出来呢? 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求出来呢? 这个我们把它乘以18哦,所以这个最后会等于多少 我们把这个莫尔数乘以18,所以是223.92 223.92,然后那单位是公斤哦 OK,那我们一开始的重量是多少? 我们把这13.78乘上18,最后是248.04公斤哦 OK,这体式要用这个方法去估计重量 是莫尔数乘上分子量 OK,因为理想气体常数 因为水蒸气其实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理想气体啦 我们不用太讲究的话 我们可以把水蒸气就当作是一个理想气体 好,那得到这个东西之后呢 就是我们就是MF跟MI呢,我们就得到了 MF、MI得到了 OK,然后呢,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观念 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一开始有这么重 一开始有这么重,248公斤 然后后来是223公斤呢 这个失去的重量是跑去哪里呢? 这失去的重量就是我们刚刚排出去的气体 所以这个排出去的气体这个重量 刚刚刚我就是这个MOUT啦 OK,所以这两个东西相减的就是我们的MOUT啦 懂吗? OK,所以MOUT会等于 把它插掉啦,如果觉得太快了就先 就先回放一下吧,或暂停 OK 这个MOUT看一下 这个MOUT,这个排出去的气体的重量 就是我后来的重量 后来的重量 抱歉 就是我一开始的重量 剪掉剩下来的重量嘛 一开始的重量是 剪掉后来的重量 然后会等于248.04 扣掉223.92 这样是多少公斤 24.12公斤 OK 24.12公斤 好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有啦 那我们剩下的东西就是说 这个热力学性质去哪里拿 热力学性质去哪里拿 热力学性质去哪里拿 热力学性质虽然没有给你蒸气表 可是有给你比热啊 有给你比热啊 有给你比热你就有办法去去计算热力学性质 这就是给你比热的重要性啊 OK UF最终状态内能是多少 是等于这个 CV乘上TF哦 是内能哦 内能是CV哦 CV乘上T哦 就是定容下的比热乘上温度 那定容下的比热是多少 是1.685 然后最后的温度是TF系统最终状态 FinalState最终的温度是500度C 但是500度C不要忘记要加273哦 因为这个比热的单位它下面就是度K哦 你如果是算那个内能差或者是 内套P的差 这个单位不会影响 可是问题是你现在要求绝对热量 绝对热量 那你这个一定要把它换成 换成绝对文标啦 OK好 那 留着就好 那最终状态的UI是多少呢 CV乘上T CV乘上T 所以等于1.685 然后乘上一开始的状态是600度C 那要加273哦 OK 那Hout是多少呢 Hout是最终状态的 Hout就是喷出去这个气体的entropy是多少 那喷出去这个气体呢 它的entropy就是CP乘上 CP乘上T 应该是initial吧 OK 因为我们这排出去的气体 我们假设它排出去气体呢 这个温度呢 也是600度C哦 所以会变成 2.168 乘上600 加273 这个是我们假设这排出去这个气体 这个温度啊 这个跟你一开始这个系统的这个气体里面的温度是一样的 那它排出去那温度假设不会改变太大哦 OK 好那所有的东西都以应俱全了 我们后来这两个也找到啦 我们这个也有了 所以这个也有了 这个也有了 那我们之后这Q内是不是可以就 Q内是不是全部就可以放在一起就好了呢 OK 好的 这个我 呃 我看一下啊 我写在哪里好呢 嗯 啊我写在这边好了 这个应该不需要了 所以呢 我最后这个所有的式子放进去多少呢 诶我改用蓝色的写好了 呃 我最后这MF是 223.92 然后全UF是 1.685 乘上 773 然后减掉 呃 24 8.04 乘上 诶 UI是 1.685 乘 多少 诶 873 吗 873 看一下 诶 诶 等于Q内 然后加上 诶 被报钱 不是在这边剪哦 这边报钱这边是剪哦 所以是剪掉Mout 诶 出去的空气是 24.12 公斤 然后乘以Hout是 2.1 2.168 乘上多少 873 这边是CP乘上 温度哦 小心这边CP 因为这边是 定压下的比 乘上温度哦 所以最后呢 我们最后这个Q内等于多少 我们Q内最后算出来是多少 是负的 没有错是负的 27560 千交 OK 所以是放热反应 放热反应 OK 这个我再这个Double check一下 这个数字是不是对的 2 2 3 1.6 8 5 乘7 7 3 然后 1-2 4 8 0 4 7 8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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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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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不是蒸汽的系统,那不是每个液体都有蒸汽比较,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就必须要靠笔热了,OK,这个是示范一下,如果用笔热的话,这种题目要怎么算,OK,好,这个题目就到这边了,OK,好,就结束了。